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至于他没有听见金夏的脚步声,当他洗好睁开双眼时,忽然间发现金夏露着大腿的肌肤坐在马桶上。 他不惊吓了一跳,这个时代开放到这种地步吗?方便时都不用逼人的吗?从金夏吼叫声中,他猜测出金夏应该是迷糊了,没有留意到他在里面洗脸。 金夏吼以为路易看到了最隐蔽的部位。此时此刻的他恨不得把路易的双眼挖出来或是戳下。 金夏足足在洗手间待了半个小时,他方才从洗手间里出来。 出来时脚步特别轻,双眼四处张望,见四周没有路易的身影。 急忙进了自己的卧室,他双手插腰。该死,他的卧室本来是有洗手间的。 当家里只剩他一个人时,他将洗手间改成了衣帽间。 曾经住在家里的阿姨、管家,他们用的是一楼的洗手间。 金夏后悔莫及。 早知如此,他就应该让路易用一楼的洗手间或者是三楼的洗手间。 他痛恨自己怎么没有点结屁啥的。 要是有,他一定不会让路易用二楼的洗手间。 那么刚刚那尴尬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。 金夏看了眼时间,想起今天有个很重要的会议,他急忙将自己收拾好。 出门前在路易的紧闭的房门外交代一声,关爷。 我有点急事出去一趟,您千万别出门,记住了。 千万别出门。 他的语速很快,也不知道路易听懂没听懂。 匆匆出了门。 袁总,您可算来了,客户都发火了。 金夏一到公司,他的男助理张萍上前迎道。 知道了。 金夏边走边说,侧头看了张萍一眼,你穿多大马的衣服,鞋子。 张萍一脸懵逼,这跟会议有毛关系。 金夏道,说呀,愣着干嘛。 张萍道,XL马的衣服,44马的鞋子。 金夏道,你抽时间按照你的马术,去买几套夏季的男士衣服。 家居服一套,外出服三套,皮鞋和运动鞋,拖鞋各一双。 还有袜子盒。 金夏顿了顿,清晰地说出四个字。 男士内裤。 金夏说得风轻云淡,张萍听得到有些脸红。 买这些干什么? 别问那么多,让你买你就买。 价位按照你平时穿的买,买好衣服后,带着发票来找我报销。 说完这一句,金夏进了会议室。 一忙工作。 金夏进入了另外一个世界,不会饿也不会累。 更不会记得家里还有一个没有吃饭的人。 埋头工作的他被一个电话吓得半死。 物业说有人在他家纵火。 急忙赶回家,邻居、物业、保安一群人围在他家的后院外。 路易淡定地坐着火堆旁边。 火堆里有几块砖头。 砖头上放着一口锅,锅里有水有米。 看到这里。 金夏瞬间明白了,路易是饿了,在做饭吃,现在太阳已经落山了。 金夏跟邻居物业保安一群人解释道, 各位,抱歉。 我家大表哥从小生活在深山老林中,习惯用柴火做饭。 他的行为和衣服有些怪异。 大家别见怪,今后我不会再让今天的事情发生了。 一众人散去,金夏才想到路易是怎么将火生起来的。 你是怎么生火的? 钻木取火。 路易简洁回。 金夏无奈叹了口气。 后院里有一棵树挡住了阳光,不久前,金夏让人砍了。 木头来不及处理,今天被路易用来生火,也真是巧了。 他看着木材堆上放着一把菜刀,用菜刀匹柴。 也真是为难路易了。 接到物业电话的那一瞬间,他以为家没了。 可把他吓死了,当时就在想要把路易大谢八块扔到河里去喂鱼。 现在,他只剩余哭无泪,你还能找到我家的米。 不错,挺厉害的。 抱歉,我以为你今晚不回来了。 路易挺无辜的,昨晚吃点米饭和青菜,然后今天饿到了现在。 金夏又交代,千万别出门,只好自己动手风衣足食。 金夏让路易将火扑灭,又订了外卖,饭后。 金夏去洗澡,脱了外衣外裤,突然发现浴室的一个角落里有黑漆漆的一团。 他凑近一看,飞快地跑出浴室,嘴里慌张地喊着。 蛇,蛇,浴室里有蛇。 路易闻声而来,拿着他的牙刷往蛇的头颈上砸去。 蛇被砸晕,路易别扭地声音提醒金夏一句,原姑娘。 先把衣服穿上。 金夏这才反应过来,自己身上只有三点衣饰。 他的脸刷一下全红了,以最快的速度跑回房间。 埋进了被子里,他不活了,没脸见人了。 老天,让他失忆或者来场意外吧。 之后,两人一天没见面。 第二天上午以及中午,金夏点了外卖,让人送到家里。 并且交代家里的人比较特殊,让送餐的人不要大惊小怪。 晚上,金夏吃了饭才回家,他将张萍买来的衣服和一份盒饭放在路易的房门口。 他敲了敲门,官爷,你在里面吗? 在。 里面传来路易的声音。 你先别开门,我给你买了吃的还有几套衣服。 等会你出来拿。 说完金夏逃逝地回了自己的卧室。 将门关得死死的。 金夏也不管衣服合不合身。 他能买就不错了,哪里还管合不合身,次日是周末。 金夏睡到上午十点半才起床,发现路易站在二楼小客厅外的阳台上。 如松的背影,他的长头,发盘了起来,用一支笔作为发簪。 衣服还算合身,路易的身材和张萍的差不多。 金夏满意地扬了扬嘴角。 他不想跟路易打招呼。 想悄悄离去,路易恰巧回头,两人目光不期而欲撞上了。 周围一片死寂,路易先开口,衣服,多谢姑娘了。 金夏黑黑笑了声,不谢不谢,那个,官爷。 您现在穿衣服了,我带你出去把头发剪短,以后方便出门。 路易目光带着一丝不悦落在金夏的身上,他什么时候没穿衣服吗? 金夏也意识到了,自己说错了话,曾经没穿衣服的那个是他。 一脸尴尬,金夏没有开车。 他们不兴趣,金夏交代他对外面的事物不要奇怪。 更不要使用武功,特别是轻功,搞不好路易会被带进研究院的。 金夏给路易灌输过马路的知识和路上见到的交通工具。 陪着路易剪了个短发,两人来到一家冰淇淋店。 金夏点了两份冰淇淋外加两份菠萝。 他一边吃一边欣赏路易的容颜。 和梦里的十三一样帅,甚至侧脸比十三更帅。 最近金夏要不然就是不看路易,要不然就看了不知道收眼。 路易也习惯了,不理会他的目光,觉得冰淇淋和菠萝甚是好吃。 津津有味地吃着。 路易忽而感觉心中脚痛。 他冷立的眼神望着金夏,你给我吃了什么? 话音未落。 路易的头就倒在了餐桌上不省人事,金夏吓坏了。 医院,金夏守在路易的病床前,路易挂着点滴昏迷不醒。 金夏心里万分愧疚,他只知道有人会芒果过敏。 从没听过菠萝过敏的,还这么严重。 从路易最后一个冷立的眼神中。 金夏想路易肯定以为金夏是对他下毒了。 路易醒来,第一件事就是掐死他。